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 金文还提到了有关军营中的卫生条例 这对当时的环境与奇病访式都是非常重要的哦 让我们一起来读生命纪第23章 凡外甚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他的子孙直到时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亚门人或是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他们的子孙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 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皮夺人 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 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 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 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 不可憎恶以东人 因为他是你的弟兄 不可憎恶埃及人 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 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 你出兵攻打仇敌 就要远避诸恶 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 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 不可入营 到傍晚的时候 他要用水洗澡 即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 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辩所 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 你出营外变腻以后 用以蝉土转身掩盖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 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 所以你的营离当圣洁 免得他见你那里有误会 就离开你 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 逃到你那里 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 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 在你的诚意中 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 你不可欺负他 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 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兰童 倡计所得的钱或兰童所得的价 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 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 无论什么可胜利的物都不可取利 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 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 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 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 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 偿还不可迟言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 你不偿还就有罪 你若不许愿倒无罪 你嘴里所出的 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 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 谨守遵行 你进了灵社的葡萄园 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 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 你进了灵社站着的盒架 可以用手摘碎子 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盒架 感谢神 加南地的田产相当丰富 神曾经吩咐过百姓 要有连续的心 葡萄园和麦田 都应该要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随意取食 而这一章 则是在吩咐拿取的人 也要有连续的心 不能因为贪心 就糟蹋了给予者的美意与心血 亲爱的朋友 我们都会有受人帮助 蒙恩典的时候 但是让我们永远保有一颗 珍惜与感谢的心 也连续每一位 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相信 这就是在神眼中 所看为美的事哦 我们亲爱的哥 亲爱的爵梭 谢谢你总是安排天使 在我需要的时候 得着帮助 我也要珍惜不贪心 并且常常感谢 这一切的恩典 已经够我用了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在神的话语中 看见他赏赐给你 那够用的恩典 陪你的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